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余茂春 我现在是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 主持中国内幕这个播客的回顾与听众新乡节目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 在中国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都是与马克思有关 当然,大家知道卡尔·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理论的鼻祖 中共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 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湖南电视台 在几个月前推出了一桩非常奇怪的电视剧 以超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 安排了相差2300年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来同台演出 而且还制造了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对话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艺术 而是中共理论贫乏 逻辑混乱 甚至艺术沦丧的一出闹剧 其主要的政治目的是通过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荒唐无聊的对话 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的高度统一和互相认同 而更进步来讲 思想论证 马克思主义 推翻旧世界的激进的革命理论 与保守客气复理的儒家思想互相承认一致认同 这样的艺术糟粕 当然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嘲笑和讽刺 这不仅是在感性认识上流头不对马嘴 牵强附会 附庸风雅 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理论和儒家哲学精髓的歪曲 和牵强附会的解释 那么首先我们讲讲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学说 在哲学认知饭头上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说是南辕北侧 不错 马克思和孔子都企图给人类 提出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 但是马克思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学生 而黑格尔是以研究辩证法出名的大师 而孔子丝毫没有辩证的逻辑思维方式 这就导致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 其中的大同世界 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运作 而达到一种大同社会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大同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会发生在未来 需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不断奋斗 而达成一种境界 那么是未来的乌托邦 是建立在一种 马克思所谓的高度的发展的生产力之上的 而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则正好相反 孔夫子的认知 哲学是一种倒退的哲学 它的大同世界是存在于过去 存在于远古 具体来说 真正的大同世界 在孔夫子的眼睛里面已经存在过了 那就是周朝开始的时候 是在文王武王的时候 所以关键的问题 根本不是积极取尽的 为创造一个未来的乌托邦 极落世界而奋斗 儒家的关键任务 就是要克己复礼 不求上进 恢复早已存在的 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一个大同世界 那么具体来讲 马克思认为 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实际上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就像他的老师黑格尔认为的那样 这种倒退的科技复礼的历史观和认知架构 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幼稚的婴孩阶段 从来就没有成熟过 但是马克思与他的老师黑格尔 对中国的文化 对幼稚发展的看法 还完全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 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一种幼稚的不发达的文明阶段 其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儒教所遵从维持的一种东方专制体制 像这种专制体制 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一切财产 都归属于一个皇帝 根本就没有像欧洲和日本古代社会所出现的 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 有私有财产的贵族阶层 正是由于这种私有财产权的存在 使得欧洲和日本这样的社会经过了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 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 然后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的古代中国 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皇帝 中国社会真正没有经历过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 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演变 所以中国并没有产生 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 那么这种没有辩证的 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 叫什么名字呢 马克思琢磨了半天 还专门取了一个名字 并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演中 正式提出把这种中国式的社会形态 叫做亚西亚生产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但是马克思对这种亚西亚生产方式 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克思不能完全解释 为什么他所认定的历史维物主义的 辩证的演变过程 不能适用于中国 而如果他的理论不能适用于中国 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因此这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理论的背题 那么马克思死了之后的200多年以来 对马克思的所谓亚西亚生产方式 做出全面发挥 系统解释的最有权威的人 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历史专家 而且是一位出生于德国 成名于美国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Karl Whitford 中文名字叫魏特夫 那么我就想在这个时间里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魏特夫对马克思的亚西亚生产方式学术的研究 以及为什么他认为马克思的学术 对中国儒家学术来讲 是完全夫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魏特夫出生于1896年的德国 二战以后移民到美国 专门研究中国周朝的历史 一直活到1988年 生年94岁 魏特夫是一位犹太人 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是一位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 加入过德国共产党 并成为德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 大肆破坏犹太人和共产党人 魏特夫被纳粹抓起来 并关进了集中营 放出来之后 魏特夫移民到美国 并开始系统的研究中国问题 1935年 魏特夫到中国来收集研究资料 一代就是两年 1937年回到美国之后 他开始大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1939年8月 斯大林背信契义和希特勒签订了友好条约 作为备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魏特夫对共产党彻底失望 那么一位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影响呢 原因是魏特夫十分注重理论研究 他发展了一套十分独特影响深远的理论 叫做东方专制主义论 这是沿用了马克思的亚西亚生产方式的说法 马克思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要经历亚西亚生产方式 奴隶制 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几个阶段 魏特夫博引旁证 引经据点 最后得出结论 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里 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 那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而是一直停留在亚西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 在魏特夫看来 亚西亚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做东方专制主义 也就是说 中国的传统社会从周朝一直到二十世纪为止 并没有经历所谓的奴隶制 封建制和资本主义 而是一直停留在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亚西亚生产方式 这种中国式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这种社会是以治水的社会 也就是 Hydraulic Society 也就是说 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 所以必须要有劳动力 生产资料 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 其次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集中 造成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 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是君主制 第三 正是这种君主制造成了生产资料 如土地 江河等等 完全归皇帝一个人所有 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出现 第四 东方专制社会 只有皇帝 清定的贵族 而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层 东方专制主义社会里 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垄断和控制 第六 东方专制 没有法律 专制君主的意志 就是法律 第七 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 是具有强烈的稳定性 和顽固性 那么魏特夫的这些论诞呢 具有很顽强的爆炸性 因为他所描述的东方专制主义的 亚西亚生产方式 正好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魏特夫的最终结论是 苏联 东欧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而已 因此 魏特夫遭到前苏联和现在的中国政权的大批批判 在斯大林时候 魏特夫的学说被明令禁止 所有关于亚西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讨论 被列为禁区 在中国 魏特夫的学说也被长期封杀 他的名著 东方专制主义到了1989年才有中义本 最后马上遭到左派学者的围攻和谩骂 直到1997年 中宣部和社科院还在组织十几位左将们专门出书 批判所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逐渐东方专制主义的英魂依然在中国 致意游荡 那么听众朋友 这几个星期在中国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跟马克思很有关系 那就是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犹太主义的社会浪潮 当然很多人说 目前反对以色列情绪是由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哈马斯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 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都和这个国家的指导性的理论基础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么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和列人主义 当然在中国的这种反犹太主义情绪 实际上跟马克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位犹太人 但是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非常敌视的 他实际上一辈子都在背叛他自己的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 是共产主义国家反犹太主义的鼻祖 这个星期我在我的英文博客里的中国内幕里面 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实际上在欧洲现代历史上 反犹太主义的中心就在德国 当年希特勒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实际上是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的 马克思早年发表的第一篇像样子的文章 题目就叫做关于如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当时在德国 认为犹太人是欧洲社会的一个问题的民族的人非常多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一位左派的知识分子 他的名字叫Bruno Bauer Bauer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消灭犹太人的宗教意识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的这篇文章中间 同意 Bauer认为犹太人是欧洲社会一个重要问题的这个论点 但是 他不同意Bauer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马克思并不认为 犹太教是关键的所在 因为马克思认为 犹太人的真正宗教不是圣经旧约 而是金钱 是所谓的拜金主义 而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金钱 消灭资本主义 那么首当其冲的 当然要打击犹太人的这种拜金主义 这是马克思的基本的观点 实际上这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的情绪 而马克思的这种犹太教就是拜金主义的 荒唐的看法 导致他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财政金融机构 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犹太人的手在背后操纵 这就是所谓犹太人主宰世界经济的阴谋论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 这种起源于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的思想 一直根深蒂固 即使没有人公开出来倡导 但是中共的理论权威和中共国家的宣传机器 它的主要出发点 就是认为世界的金融银行机构 和货币存储流通 都是由少数的有钱人秘密掌控的 而这少数犹太人秘密掌控的 世界金融银行和货币的阴谋论 在中国当然是盛销成上毫不遮拦 大家还记得 在中国近年来最上销的一本书 就是多卷本的所谓的货币战争 而这本书的第一卷的副标题 就是四个字 阴谋天下 在这本书里面 最主要的阴谋家都是一些犹太金融家 跟马克思当年的反犹太主义阴谋论一模一样 在货币战争这本书里面 像Rothschild这样的犹太人家族成了主宰 欧洲近现代社会的背后黑手 当然在中国政府眼里 当代头号犹太阴谋家 是匈牙里出身的金融 行家乔治索罗斯 在中国索罗斯 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秘密推翻中共政权 消灭中国货币的罪亏祸首 不仅如此 在中共的眼里面 索罗斯这样的犹太人 还和几年前香港的民众抗议活动 有千师万缕的秘密联系 是个大金融家 是黑手 我最近还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国 一位非常有名的反美斗士 发表了一篇非常荒唐的文章 这篇文章他论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人和犹太人 曾经合谋 起初在中国的上海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那么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话 而是不折不扣的 反犹太主义的情绪 当然在这样一种政治和认知环境下 中国社会中间出现的 反犹太主义的情绪 是自然可以理解的 前几天 一位朋友告诉我 在中国 生育一支很好的好莱坞大篇 新德勒的名单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 很多的人认为 哈马斯恐怖主义行为 并不是以哈冲突的根源 而是以特勒的非人道的行为 是犹太人在背后做鬼 在bilibili.com 这个有名的网站中间 也就是B站里面 一直生育很好的新德勒的名单 在几天之内 被一些 粗鲁的 肮脏不堪的评论 而且给低分的手法 把新德勒的名单的电影 从9.7分的高分 几天之内 拿到了4.3的低分 这样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犹太主义结合在一起 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社会思潮 上个世纪三四四年代 这种有害的结合 发生在德国 造成了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大悲剧 我们绝对不能重蹈历史的负责 听众朋友 好了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讲了这些 希望下次时间 我们有机会 再讨论 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余茂春 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